二子是个宫底扎实的木匠 原本他在农村也有家 但重男轻女的他一心想要个儿子 夫妻俩一口气生了三个女儿 又恰逢国家实施政策 面对村里干部的围追堵截 他拖大带小 突出同围 为了生育第四胎而奋斗 虽然生活不是很富裕 但他的手艺很好 经常有人找他帮忙做些小物件 生意一多 他也收起了土地 取名叫二嘎 二嘎机灵又聪明 就是人有点虎 平日里总爱干些老虎嘴上拔毛的事 经常被师父骂得狗血领头 这天 师徒二人在街上 遇见了一个老头 陈大爷 陈大爷看着他们俩木匠的行头 于是邀请他们上门去维修家具 二子来了兴致 主动帮大爷提着大葱 两人一路唠着磕 二嘎最关心的是吃饭问题 默默地问了句 管饭吗 大爷喊是豪爽 管饭 两菜一汤 管饱管够 二子一听洗上煤烧 好家伙 今天算是遇上财神爷了 拉着二嘎就往大爷家里走去 大爷喊是热情 放下菜招呼师徒两人坐一会儿 等吃饱了再开始干活 二嘎听见这话 老实芭蕉的就往椅子上坐 屁股刚挨着椅子 椅子散架了 东一块西一块的 大爷脸色不是太好 原来你还是个恋家子啊 金金一坐 把我这黄花里的老板凳给做坏了 二子也是气得不行 老板请我们来修家具 不是来拆家具 说吧 操起小木块就准备上手 刚准备使劲 不对啊 多年的木匠经验一看 这桌团早坏了 大爷不承认 弄坏了东西你得赔 要么你修好了再给我 二子不想跟他争执 敷衍的承诺道 修好了给他 随手把手里的桌团往桌上一扔 这下 桌子也散了 好家伙 大爷怒了 你俩是来拆我家是吧 二子反应了过来 以为遇上了个财神爷 不料自己才是财神爷 老爷子 鹅人来了 大爷不管 你们进屋的时候这桌椅都是好好的 你们一来就坏了 怎么处理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理直气壮的碰菜 二子带着徒弟就想走 大爷拦住了 想走 没那么容易 先是威逼 你们俩可是弄坏了我的东西 总得给我修好才能走吧 再是利用 我一个孤老头子 还管饭 请你们俩来修东西呢 最后妥协一步 这样 我管饭 椅子修好 原来的工钱扣一半 二子不乐意 二嘎听见管饭 双眼放光 连声答应 没辙 师徒两人只能接下了这单生意 二子一边换衣服 一边打量起了屋子 落地挂钟 采电冰箱齐全 小老头日子不错呀 正准备开工 二嘎渴了 询问大爷有热水吗 大爷声称 家里没水壶 都得现烧 于是二嘎打开水龙头 准备喝点冷水了事 哪知道刚一打开 大爷就走上来关掉 还打开水表 根据水表走的圈数 来控制喝水 二嘎一滴一滴的等着喝 大爷则是欣慰的笑了笑 这样水表就不走了 二嘎心里苦 师徒俩在阳台上修补着板凳 大爷在厨房里忙活着炒菜 忙活了一整天 总算是把桌椅板凳 补成了原来的模样 这时候大爷也煮好了饭菜 就等他们俩来开饭了 然而师徒俩刚上桌 还没坐稳 大爷就端了两盘 残枝生叶过来 素的叫半葱叶 混的叫炒三瓶 美名其约 请热杀菌 请理清理尝道 两人强压愤怒地放下筷子 行 菜就不跟你计较了 等下馒头吃饱就行 大爷一听 嗨 把主食给忘了 这馒头一个顶撒 于是一个馒头 分了三个人 师徒俩气得不行 撒气了 要在馒头上 刚入口 顿时吐了出来 馒头早馊了 这还咋吃啊 大爷见怪不怪地 掰下一劲 还说你是从农村来的 不知道粒粒皆辛苦呢 吃到一半 突然想起来 锅里还有个金银大补汤 二子笑了 听这菜名 应该是个人吃的 端出来一看 傻眼了 感情就是黄豆和绿豆 煮得白开水 大爷热情地给他们盛着汤 每碗四颗豆 结果大爷多盛了一颗 还从碗里挑了出来 自己吃 师徒俩气得是无话可说 得 得不起躲得气作心了吧 说吧 拿着工具就要结账走人 大爷又从屋里 拿了个算盘出来 一阵捣鼓之后 伸出了两根手指头 二子也懒得跟他计较 二十就二十吧 大爷声称 错 两块 二子气不过 忙活大半天 你就给我们两块钱 大爷又说了 不对 是你们得给我 从未见过如此浩颜无耻之人 二子决定要跟他算个账了 大爷没有再怕的 一一到来 二嘎一进门就上厕所 外面的价格是两毛 他打个八折 还有喝水的钱 还有用纸的钱 二嘎不认账 自己没有撕手指呢 大爷转身进了卫生间 拿出一转手指 上面的数字 从十七变成了二十八 好家伙 二子苦着脸成人 我撕的 虽然账是全清楚了 但俩人就两字 没钱 大爷也不闹 没钱没事 那就用工作抵消呗 我阳台上还有个木头块 你俩再给我做个板凳吧 于是 师徒俩只能怒气冲冲的 回到了阳台 干起了活 越干 星期越不顺 二嘎提议 干脆在板凳上留个小钉子 反正他眼神不好 到时候 打他屁股 二子连忙答应 就在两人忙活着使坏的时候 客厅里 突然传来了一声尖叫 原来有个劫匪 带着面罩 扇门打劫来了 大爷被枪指着 吓得不行 但一听到 对方要他拿钱 死活都不肯给 眼镜僵持不下 劫匪也不肯他耗着 转身翻箱倒柜 自己找了起来 噼里啪啦 还真让他找到了一个箱子 一撒 里面全部都是大爷的积蓄 全都是五十一百块的 又厚又多 足足有好几千块 师徒俩眼见劫匪 没敢动作 但是看到钱洒了一地 也忍不住感慨 好家伙 这老头这么有钱 二嘎突然提议道 你说咱们上去帮忙支付劫匪 大爷会给咱们一点奖励费吗 二子拍了拍他的头 救人要紧 于是 二嘎声东击西 二子礼仪外合 用自己当诱饵 成功把自己跟对方五花大绑了起来 二嘎见状补刀 拿着板断就开砸 顿顿都打到师父头上 最后师父恼了 二嘎惊吓一敲 这下两个人都倒了 眼睛没了动静 二嘎不管 转身赎起了钱 摸着白花花的钞票 他不禁幻想起了美好的未来 他想开豪车 娶媳妇 还要娶两个 到时候让二子给自己擦车 正幻想着 二子醒了过来 二嘎放下钱 联盟跑过去关键的询问 二子气不打一出来 踢了他一脚 打电话报警啊 一声令响 劫匪也醒了过来 但这时他就张口喊起了爸 原来这劫匪不是别人 正是陈大爷的儿子 因为当初没听父亲的话 拒绝了父亲安排的婚事 娶了自己喜欢的人 如今妻子生病住院 老爸又记仇又抠门 死活都不肯借钱 这才出此下策来抢钱 反观陈大爷 现在是一句话都听不进去 抱着一打钱就开始数了起来 数完发现不对 跑到三个人身边一通搜身 摸到钱才作罢 一番闹躺 二子算是看明白了 这个大爷就是个陈八皮 扣门扣到家了 二嘎见状 出声 刚刚我们建议勇为了一会儿 您是不是应该表示点什么 哪料陈大爷更加理直气壮 我们家的事儿 万人少掺和 赌得两人无话可说 罢了罢了 今天就当做是做好事儿 两个人提着东西 准备走 刚转身 大爷又叫住了他 让你做的板凳 你做好了吗 做不好可不准走呀 做好了 说着一把把徒弟摁下去 想给他看看质量 哪料刚一做下去 二嘎就弹了起来 原来两个人事先在凳子上 放了个小钉子 这下可算是偷鸡不成 到十八米哦 向着新生活前进 由陈佩斯 陈强 姚二嘎 刘金山主演 上映于1996年 讲述了木匠师傅 带着徒弟进城打工 发生了一系列爆笑事件 不得不改叹 陈佩斯的喜剧 搭配上姚二嘎的憨态可居 师徒二人一动一笑 都是奇 可惜的是 二嘎一年早逝 可又值得庆幸的是 陈佩斯的喜剧 从不让人失望